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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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去这个Whisler的 Pick to Peak Condola 和这个Cloud Wrecker Sky Bridge 这个Pick to Peak Condola 连接着Blackholm和Whisler 这两座山 而这个吊桥Sky Bridge 就在Whisler山顶 再走过一点 箭嘴指着这个位置 在桥上看到的风景 应该是很壮观 如果你够大胆上去的话 吃了早餐先去玩 在这个Whisler村里 找食物是很容易的 今天的行程 就是去Whisler村 坐这个纜車 由Blackholm 黑疏3纜车站上去 然后坐Pick to Peak Condola 去这个Whisler山 接着再坐这个Chair Lift 上去这个Sky Bridge 这条吊桥 走完之后 就坐这个纜车 由Whisler山这一边 下回到Whisler村 这个Whisler村 夏天都搞很多不同的活动 去买票先 去买票先 我应该是在那里买票 是吗 我应该是在那里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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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票便入閘了 这边就叫做Blackholm 黑疏3纜车站 黑疏3纜车站 谢谢 谢谢 幸好今天天气好 上山的風景很美 到處逛逛打卡 這是我們剛剛上來坐的纜車 這個湖也很美 顏色很像那些 這裡冬天是會被大雪蓋住的 看到一條條沒有樹的路 就是冬天滑雪時的gruns 在這裡看到一隻很可愛的動物 這是什麼樹 原來這隻叫Hori Marmor 是北美洲特產的大老鼠 是北美洲特產的大老鼠 現在我們就去坐這個 Pick to Peak Condola 啊! 石頭上啊! 石頭上啊! 來吧! 每15分鐘 等下 1小時至15分鐘 是呀 回來才能去 我們不是從這點嗎? 我們不是從這點嗎? 哦! 現在不僅 他去掛地士 有呀! 有呀! 通常那些是 你在這裡的一個桌 去那裡的背部 是呀! 有一隻車箱 底部是玻璃底 Glass Bottom 來的 這裡我們都排了半個小時 終於都輪到我們了 這架車是有玻璃底的 認住這架車 它外面是畫著一些 原居民風格的公仔 這架的Pick to Peak Condola 就是連接著 Blackcomb 黑梭山 和 Whistler 威士拉兩座山 全場要坐11分鐘 你可以看到 這個山谷中間裡 真的沒有支架撐著 這些藍車 只靠那些鋼纜 吊著的車 只靠那些鋼纜 在這裡可以看到 流過山谷的河流 也挺有趣 這裡周圍的風景這麼漂亮 11分鐘 眨眼就坐完 好 我們到了這個 Round House Lodge 這個Round House Lodge 上面是食堂 下面是賣紀念品的店 如果餓的話 就可以光顧這裡 現在先走出去 看看外面的風景 外面的環境 多棒 我們先來的佔的風景 我們在這裡 Shayne 會不會進兩天 兩天 我們在這裡 OK 水 有 這裡的網絡是威士達村 这个东西叫做Enoch Shook 是2010年冬季奥运的标志 Whistler 当年是重要的比赛场地 现在我们就去坐这个Chair Lift 去行这个Sky Bridge吊桥 这条吊桥是海拔6560尺高 名符其实的高耸入云 这里记住穿多件衣服 因为会冬和大风 我们在这里走过去站也要10分钟 Sky Bridge 就是那里 就是那里 没错 这个Chair Lift 除了载人之外 还载上Mountain Bike 排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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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Mountain Bike 有另一条 不是啊 他们真的就是这样 Mountain Bike 坐了上去才知道是坐了拆船 初初以为是普通碎料 好了 还卡卡仙笑 之后我就笑不出了 最后一天 有点快 是五号 是三号 在家庭里面 有点快 就是 小金子 那是 最后有点快 就是 这 這裡很嚇人 這裡很嚇人 好像不知道去了哪裡 還要身體跳上去 還可以冷 真的 我有手套 不過我現在不拿出來 我不敢動 一會兒什麼東西掉了 這裡很狠 很恐怖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好 有沒有影響 這個就是Sky Bridge 簡直是蒙了 看不到有東西 我們sign up 了什麼 什麼都看不到 不用拍了 蒙了 終於到站了 這條就是那條Sky Bridge 吊橋 它全長是130m 426尺 由這個位置開始走 只可以單方向走 看不到 是呀 這裡有個牌子 是呀 我在這裡六千多尺 看出去 只能看到雲 從下面看回到這條橋 是一個叫做raven size的展望台 或是一個叫raven size的展望台 逛完这里,我们就乘坐车压,下跌 之前忘记了说,小朋友要高于40寸 才可以坐车里面 这次坐下去就没那么害怕 可能因为前面看得很清楚 Wizler除了滑雪之外,想不到这个Mountain Bike 这个越野单车也是那么流行的 接着我们又坐在这个Pick to Peak 回到Christine的餐厅吃午餐了 这家Christine也挺有名的 里面又坐得挺舒服 又有美景看 食物都不差 不过价钱就不太舒服 没办法啦,我们来玩 这些钱是要给的 吃完午餐,我们又坐回Round House那边 坐了这么多钱,抵护了 由这个Black Home Huxo山 距离这个Wizler山 距离是4.4公里 这里说行速是7.5m per second 要行11分钟 而每49秒就有一班车 现在回程了,因为 到了Round House 我们由这里下回到Wizler村 测浓啊,好难说 好,好难道 稍后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这边车窗是化晒的 为何? 大家下车时就明白了 哇 全部都是他們 厲害 全部都是他們 哇 全部都是 我懷疑是有活動 但已經這麼晚了 大家現在知道為什麼窗戶是花曬的呢 現在回到酒店和大家來個 room tour 這次我們有三隊的 couples 大家都是租了有角樓的 loft 的房間 每間房都有不同的特色 價錢方面 因為是 last minute due 的關係 都算是很划算 是啊 冬天要 double door 我這間房是最大的 門口右邊是樓梯上角樓 左邊是廁所 這個裝修偏舊 但也很乾淨 裏面有一個客室和食飯桌 右邊這裡是一張 queen size 的床 待會開給大家看 這裡有廚房 樓上是睡房 有保險箱 有電視 這裡由樓上看下去 現在開一張床給大家看一看 另外有一張 king size 的沙發 即是說廚房可以住六個人 廚房有齊爐頭雪櫃 咖啡壺 微波爐 碗碟碟碟 還有洗碗機 還有洗碗機 這間房間有露台 也有露台 窗門對著遊泳池 我朋友的房間 在另一棟樓 樓梯 樓梯超棒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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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按摩匙 它間房間較小 但是窗戶超大 還有廚房的東西較新的 这间是第三间房,虽然尺寸小一点, 不过整间房都很阔落。 一样都有各楼,其实我觉得三间全部都有特色。 难得今次用一个商业的价钱租了这些loft的房, 也算是一种体验。